这个68岁的乌克兰囚犯 居然娶立名25岁的花级少女 在监狱里过上了二人世界 离谱的是 这个女子还爱她爱得死去活来 从她面色红热的脸上不能看出 她对这个男人非常满意 只不过这个老头可不是什么善叉 相反在入狱前 她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和强奸犯 在她手中毕业命和失真的女性 居然有34人之多 被誉为乌克兰最残忍的才华大盗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之徒 每个月都能和交期共度三天的春宵 监狱还会提供一间家属探亲房 这里不仅宽敞明亮 而且冰箱电视 微波炉 暖气片等更是阴影俱全 此情此景 如果发生在挪威或者德国的豪华监狱 可能并不稀奇 但偏偏发生在连年战乱的乌克兰 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 位于乌克兰西北部的日托米尔 就有一座前苏联遗留下来监狱 这里曾是一所战俘和囚犯的集中营 从其阴森的建筑结构上就能看出 里面曾发生过很多惨无人道的奴役和压迫事件 由于乌克兰复杂的国际局势 苏联解体之后依然连年饱受战争的困扰 战争会打击经济 经济差 平民就没钱 没钱就只能犯罪 犯罪就得坐牢 这场恶行循环 曾一度导致乌克兰各大监狱人满为患 2014年 乌克兰东部省份被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围困 这件事就像一个导火索 让乌克兰本就残热的经济再受打击 为了节省监狱的管理资金 政府无奈采取了一项大赦天下的措施 换句话说 就是轻刑罪犯当场释放 重刑罪犯则降低为轻刑罪犯 以此来缓解战争带来的压力 政策颁发后不久 这座日托米尔监狱里的囚犯 便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 3000多名囚犯被释放了2400多个 只留下600多人在这里苦苦坚守 甚至连预警的数量都锐减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一 这个名叫杀起码记者小哥 正坐着球车一路前往这座监狱 他打算以囚犯的身份探访一下 他们是如何在破产的边缘还能管理这群囚犯呢 刚踏进监狱的大门 一股莫名的荒凉感便扑面而来 地面上到处砸草红身 铁制围栏更是秀极斑斑 三三两两的犯人在远处像丧尸一样盯着自己 仿佛置身在一座末日围城之中 新人入狱 违禁品检查的流程是少不了的 预警先是拿走了钱和手机卡等随身物品 紧接着让杀起码脱掉所有衣服 拿着手电筒一寸一寸检查他身上的每个角落 包括口中 腋下 脚掌等等 甚至还得蹲下来大声咳嗽几声 防止他在职场中藏匿违禁品 搜查完毕后 杀起码便来到了监狱的住宿区 乌克兰常年紧绷的战争局势和经济压力 让这座监狱里的囚犯们苦不堪言 虽然牢房的空间很大 床位也很多 但放眼望去 囚犯的数量却是寥寥无几 原因很简单 国家连年战乱 养殖军队都成问题 哪还有能力养这么多囚犯 所以政府只能原地释放掉一批轻刑罪犯 至于有幸留下来的都算得上是囚犯界的精英分子 也就是各种众刑犯了 今年34岁的马沙基因谋杀罪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 他来自非洲的卡麦隆 是这座监狱里唯一的黑人 15年前 由于和生意伙伴发生了金钱上的摩擦 在抢夺对方枪制的过程中 他无意间抠动了扳机 导致对方重弹倒地 再加上自己正处于震惊中 忘记了呼叫救护车 最终导致对方失血过多 当场死亡 因为找不到证据 证明这是一场意外 于是马沙基被警方以谋杀罪抓进了监狱 在异国他乡被关了整整11年 马沙基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乌克兰语 对监狱里的规则更是了如指掌 他强调说 在这里有两条生存之道 第一是坚决不能和狱警对着干 否则会被关进可怕的禁闭式 第二是千万不要试图询问别人所犯的罪行 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敏感 很容易招来对方的拳打脚踢 除了这两条禁令外 监狱的其他方面都很松懈 比如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囚犯们都能随走动 牢房和楼道大门24小时保持张开 甚至每天早晨 狱警还会带领囚犯一起做广播体操 考察力圈下来 记者沙奇马除了觉得厕所的味道实处难闻外 几乎找不到让他无法忍受地方 有小伙伴可能会问 乌克兰的监狱不是一向很残暴吗 怎么现在却变得如此人性化呢 事实上2014年以前 乌克兰监狱延续的还是前苏联的专制作风 囚犯每天都像奴隶一样被压榨劳动力 但随着亲欧政府的势力日渐庞大 欧洲的人权主义也影响到了乌克兰 只不过由于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基础 他们学来的人权主义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最能凸显这一点的就是囚犯们的吃饭问题 在前几期讲过的挪威和德国的豪华建议中 虽然囚犯们可以自己做饭 DIY美食 但食材基本都是牛排 鹅肝 帝王蟹之类 单人单天的吃饭成本都要50欧元 相当于人民币370多块钱 但乌克兰的囚犯同样是自己做饭 看似自由自在 但食材却只有米汤面包 鸡骨头 每天的成本仅有60美分 相当于人民币4块3毛钱 想想这该有多么巨大的差距 由于政府下发资金太过稀少 囚犯们只能自己动手赚钱 他们会在监狱内部的工厂 做一些电焊或者伐木的工作 只不过倒数的工资少得可怜 因为大部分收入都会被官方拿走 冲进政府的GDP中 用于战争或者其他方面的开销 监狱虽然允许大多数囚犯自由活动 但针对一小部分 罪行极其恶劣的暴力囚犯 狱警们为了安全考虑 还是保留了以前严克的囚禁方式 比如视频开头提到的 这名68岁的乌克兰本地囚犯 虽然看起来白发苍苍满目慈祥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曾奸杀 34名女性的暴力匪徒 他被关押在一处名叫深恨的单人禁闭室 这里是整座监狱戒备最为森严的地方 不仅于阻牢去间隔300多米 甚至还建有单独的潜似网 和单独的警卫塔 记者沙奇马在御警带领下 穿过了三层铁门和六个通道 才进入到了这个宛如铜墙铁壁般的进入体内 据说这里曾是前苏联某个战俘集中营的秘密基地 无数亡魂都曾在这里丧命 禁闭时墙壁的厚度足足有80公分 连厚重的牢房大门都装了两扇 可以说在这种条件下 连一只鸟都不可能飞得出去 沙奇马向当面采访一下 那名暴力强奸犯的光辉事件 狱警甚至将犯人带出牢房 并带好手铐 然后将他关键里间专门用来接受审讯的铁笼子里 他叫特林普 年轻时曾是一名工人 由于遭遇了严重的家庭变故 老婆同时出轨了三个男人 这导致他的心理发生了有据 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连续奸杀了34名无辜的女性 记者问他面对犯下罪行 自己作何感想时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话虽这么说 但纵使身在监狱 特林普那份躁动心依然停不下来 他借用书信的方式 成功搭设上一名25岁的美女比友 并在一年前成功登起结婚 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他这位年轻的妻子 每个月都会前来探望他 并和他共度三天的存储 监狱会给他们提供一件一室一厅的家属谈心房 并配其冰箱电视微波炉等一切加入电器 看着眼前这对非常特别的小夫妻 莎吉玛难掩正经的表情 他询问他的妻子 为何明明知道 他是个暴力杀人犯和强奸犯 还要和他在一起 究竟看上了他什么优点 他的妻子回答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能明明之中都是注定的缘分吧 家属探访时间过去之后 特林普便在预警带领下 重新回到沉门的牢房中 但好在他的生命中还有希望 有漂亮的妻子 还有刚出生的孩子 虽然身陷淋鱼 但他的心态已经平和多了 监狱的生活凄惨无比 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做一个专绩手法的好公民 好了 喜欢本人的影片 请点赞关注和评论 牛仔长这一件事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 Bye